这小子好像还有点水平嘛 这种程度我们火源部署有一千 至少也有八百 就是也不知道魏老师怎么想的 竟然还让他空降低一百名 这不是白白送他资源吗 哪个是莫凡 我 都快到学期末了 你转息过来做什么 我这里可不收你这样游离不定的废物 你说这里不收废物 可我怎么感觉这个学堂里废物倒是挺多的 还是说你教出来的学员水平就这样了 这你就不懂了 魏老师送他资源 就是想让我们去抢 既然你如此嚣张 那我给你个机会 我将你这个月的成绩列在第一百名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火源的规矩 挑战日所有人都能向排名在自己之前的人提出挑战 而被挑战的人不能拒绝 否则就自动让出排名交出资源 这小子排名一百 而且得罪了全院的人 到那天 岂不是有一千人可以打他 我也去报个名 我的天 这车轮战可要创历史记录了 累都累死他 这就是狂妄无知的代价 有点饿了 听说后门美食街新开了几家店 等会儿先去哪家呢 比赛确实得好好计划计划 硬打也不行 你不是那个郑家慧吗 莫凡 别走啊 我 我是火源公敌 你是最后一名 大家半斤八两 你怕我什么 我知道你所说的废物里面 就有我一个 我 我承认我真的很差劲 看他刚才画星图 明明水平不差 这家伙就是心理素质太差了 诺丽吧 绝对能让人刮目相看 就像当年的小猴一样 一直到手第一名 还挺耻辱的 你想不想摆脱这种局面 算了吧 我已经决定念完这一年 就离开 别这么自暴自弃嘛 这个速控魔器 先借你用 让我来说 你的问题根本不处在修炼 你缺少的是资源 大家都是靠本事考进学校的 这要说实力的话 排名一千名以后的同学 都是半斤八两 所以谈不上谁比谁强 我猜 你多半是因为 一比赛就紧张哆嗦的 连星鬼是怎么描绘的都忘了 你和我又不熟 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 你和我的一个朋友有点像 再说 我也看不惯他们欺负人 咱们一起打脸他们 得多说 但 我可没什么能帮你的 没关系 我又不 太好了 再回 多谢你提醒我 没想到 今天会来这么多人 还不是大家都想看这小子的教训 没错 这小子实在太嚣张了 不打 不足以平民愤 莫凡 莫凡到了没有 马上来主席台 小子 现在还来得及 你给我写份检查 然后再向全系学生低头认错道歉 我允许你退赛 并保留学员资格 不需要 行 那就开始吧 这小子 这小子还挺有骨气的 能下得了场再说吧 被挑战者莫凡 卫列第一百名 卫列第一百名 今日挑战人数 一共二百三十一人 第一位挑战者 七百三十六名 张又鹤 张又鹤 莫凡 排行第七百三十六名的张又鹤 想必就是你口中那绝大多数废物中的一员 如果你连他都赢不了 你就自己滚住火院吧 我可以接受我的火院里有几个废物 但却无法容忍 没有本事 还不知廉耻的学生 卫老师 你现在说这些话 是不是太早了一些 开打 老卫啊 你又何必非要跟一个学生怒气 白眉 你就是对学生态心思手软 这小子 是萧院长亲自办的转学手续 这种学生 一向众星捧月 死不为时 如果不让他 在这里好好摔一脚 以后很可能 会因为这种新星 死在妖魔的手上 好快 不可能吧 这家伙的星图描绘速度 怎么可以快到这种程度啊 防御魔剧 好 好废的血缘 也不知道怎么杀到736名的 看来 这小子也不是完全吹牛 还算有点实力 能够一个猎圈打费张优鹤的人 火源多了去 我去给张优鹤治疗了 今天我可有的忙了 下一个 水火双小 同学 你会不会太矛盾了一点 要你管 水域 墨凡 这墨凡也太小伤了吧 绝对不可以表输 这个墨凡果然就是个登途浪子 这位墨同学 明明可以很快结局到对手 非要这样 还真有点任性呢 是凌 凌 好帅呀 你好 丁雨绵 你好 下一个 许空光 都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暂停 怎么了 我要上厕所 在干嘛 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人有三级嘛 快去快回 管天管地 你还能管我上厕所时间 没恢复异成魔能 我就回来 算我输 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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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莫凡生 喘口气都不行了 老师 我要喝水 你到现在已经找了多少借口了 还要不要再让你睡个午觉啊 那倒不用 不能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嘿嘿嘿 天哪 已经打败了五十多个 还都是用相同的一招 我 到现在为止 莫凡一直用的都是初级魔法 我没看错吧 他应该使用了灵级的火焰 威力 要比普通火资强很多 原来 雨绵同学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即便是灵级的火焰 火资的威力 也绝对不会强到这种程度 整整翻了四倍有余 啊 什么 四倍 莫凡的火资 已经修炼到了第四个级别 再加上灵种 不会吧 初级魔法要达到第四个级别 需要将七颗星子全部强化 那至少需要价值三千五百万的金破 这都可以买两个火星灵种了 看来这位莫同学 还真是财大气粗呢 唉 我就不信 没人能收拾得了你了 希望这个挑战者能给点力 直接把你打出火月 怎么是他 这不是那个千年吊车尾的家伙吗 他怎么也有脸上场 给莫凡白捡个便宜 你好 好了 终于要结束了 还记得我说的吗 嗯 那就出手吧 好 嗯 又不是真的 你这么慌干什么 我知道 可是 可是 什么 唉 别紧张 到时你只要一出手 我就立刻认输 简单吧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要输给你 我就成了最后一名 这样 就谁都不能再挑战我 只能我挑战别人 在最后一个挑战招 向前五十名直接发起挑战 这么做 既可以避免车轮战 还可以晋升排行 然后 你也能获得第一百名的排名和资源 怎么样 好 我确实需要更多的资源 你随便向我发一招就好了 喂 别告诉我 你连七颗星子都连接不起来 你 你练习的时候不是很熟练吗 这样做真的好吗 同学们 会看不起我的 你以为他们看得起过你吗 在这里 强者才能得到尊重 否则 就永远是一个笑话 你觉得你的处境还不够糟糕吗 你早就已经在谷底了 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让自己向上走 我真的不行 你的修为明明不低 却紧张到 在别人面前连一个魔法都使不出来 你这副鬼样子还做什么法事 我看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你等什么 原来你还是有一点点自尊 来 别慌 再试一次 咱们有的是时间 你怎么也有脸上场 你赶紧滚下来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啊 我 对不起 我不敢了 站住 你走啊 你丢人啊 干嘛呢 原来是这样 小子 那我来帮帮你 我来帮帮你 你走啊 郑家慧 你要是真的完成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伙子 那就赶紧下去 别站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了 对不起 当着这么多同学和老师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对不起 你一开始为什么不拒绝 你想清楚 真的要去讨好这群 从来就没有看得起你的人 我真是没想到 你是这么懦弱且自私的一个人 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曾说过 你像我的一个朋友 现在看来 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这明明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你和我结交 也是为了帮你逃避这场争斗 你在利用我罢了 利用你 你以为我真的需要利用你逃避这场战斗吗 我不想打下去 是为了给你们整个火月留一点颜面 你现在给我站在一边好好看着 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 都跟你一样废物 我会让你好好看清楚 你所谓要讨好的这些火月同学 在我莫凡面前 什么都不是 今天 我要是能够败在你们手上 我莫凡向全域一千人 一个一个磕头认错 大猩猩 给我叫下一个 他刚才叫魏老师什么 我们听错吧 是你自己说的 你败了 就要给我们一千人磕头认错 下一个 贾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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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魔法实在是太嚣张了 后面的人下手一定要重一点 贾阵龙居然也来了吗 贾阵龙 就是那个经常去野外狩猎妖魔 实战能力名列学院前茅的猎法师学生 他好像还拥有灵种吧 没错 要不是得罪了一些世家子弟受到排挤 他的排名远远不止现在这样 阿西该结束了 来吧 拿出一点真本领来 别以为那些对付虾兵蟹将的手段 能对我有效 又一个废话的武则 火刺没点 好像有心 贾阵龙将绝境上风好不好 没错 莫凡的火刺完全攻不进去 贾阵龙 赶紧把这转系声打下去 你能让他真以为火月没有强者 你这招对我没用呢 现在尝尝我的魔法吧 聚影钉 双死 贾阵龙的暗影系魔法已经达到第二个级别了 那一旦命中 岂不是精神都会被锁住啊 连初级魔法都施展不出 莫凡这家伙真的完了 光 chirc 这家伙刺吸蛙影气 专门跑得火剑 有点意思 换做别人还真的重要了 不过很巧 因为我 该死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样老的 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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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 这招可以 火姿 暴裂 好快 还不是仗着铝魔剧 这下伙也真狡猾 竟然藏到现在 可惜啊只差一点 还是假战龙的铠魔剧的牛啊 防御完全立于古百之地 真是很贵 这墨就疯了 贾阵龙还是有点东西的 至少把末法的中间给逼出来的 三十多个人才刚刚逼出人家的中间魔法 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突破了 对吧 好 降下魔法 这群没出息的东西 无非是逼出了一个终极魔法 搞得跟大伙全胜似的 可不 不过你别得意 你打不到我 我却可以一次次的攻击你 耗也把你耗死 我没得意啊 就你这件招数 不至于不至于 追加过来开魔具防御性强 精神攻击 完全是浪费力气 只能 雷烟 电场 雷 零击雷电 这一场莫凡胜 又输了 莫凡 好强啊 竟然是雷火双胸 而且还都是双灵种 双四级出街 难怪这个转戏生敢在大会上这么出格嚣张 原来确实有自傲的资本 之后的挑战 排名一百四十之后的人 恐怕都没什么希望了 这位莫同学 看来也藏了不少东西呢 再没有人出来彻底打压一下此人的嚣张气 他可就真要上天了 不过 我倒是不希望他太快被打下去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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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我看看 火源出大新闻了 火源这下出名了 合伙欺负一个转戏上 结果被人再给打哭了 真 活该 火源平时一个个眼睛都长到脑袋顶上 现在被横横打脸 痛快了 快看 又打败一个 我们也去现场开热闹吧 一姐去一姐去 走走走 总算有个人能顶住莫凡了 要真被那个大魔头打穿敌 那就是火源天大的笑话 李玉杰土火双修 土戏本来就是防御最强 而且他也是双灵种 还脂肪不攻 莫凡绝对遇到硬查了 打到现在 莫凡的魔能消耗也不容乐观 我想 你的魔能已经快告急了吧 认输吧 这个战技你应该知足了 要不是你有点小聪明 竟然将资源 用来强化消耗较小的初截魔法 根本撑不到现在 趁人之危 还自以为得逞了 你不会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吧 看我好了 雷炎 猎拳 九弓 五ическая 大小龍 雷炎 水 四 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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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输了 你不这样也输了 我输了 这个学生不但技能如火纯青 收控自如 而且做事也很有分寸呢 看似狂妄嚣张 其实骨子里是个善良的人 你看哪 老魏啊 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问他吧 哼 这教功果然非常消化莫能 这大猩猩上场干嘛 又想玩什么花样 就到此为止嘛 什么 凭什么 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 你的表现 已经让大家都很吃惊了 可以了 你以为我打到现在 是因为你的那句话 我相信 没人生来是废物 除非连他的放弃他自己 你的火系和雷系魔能 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你接下去 还怎么去面对排名 更靠前的挑战者 难道你真的想在全院师生面前 挨个低头认错吗 这是我的事 叫下一个 怎么样 下一个 一百一十一名 留钱 原来你也挑战他了 太好了 有你来终结他 太完美了 其实我更愿意第一个挑战 可惜没排上 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副趁人之危的样子 不过这场闹剧 终究要有人来完结 正好轮到了我 仅此而已 女人 骂人之危 让 我就来 我还是很敬佩你的魄力的 我觉得以你的实力 近前五十或许都不成问题 结果却要换成我一百一十一的排名 我还真是受之有愧呀 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更帅 这 这是什么意思 各有千秋吧 虚伪 那如果说是我 你又得说我自大 我说你虚伪 是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虚伪的人 至于谁帅的问题 什么各有千秋 我明明甩你几条街好吗 请摆正自己的位置 谁认你凶兵吧 我懒得跟你说这些无聊的问题 你的嚣张狂妄 就到这里吧 乾坤 你们雷院 怎么会让这样一名出色的学员 转来火院 你是故意让他来踢我们场子的吧 我的学生 别装了老钱 我凡此修的是雷系 可我真不认识他呀 我们雷院就这么点学生 来来去去我都认的 什么 从来没有见过这小子呀 那个 这学员好像是我们召唤系的 今天 我刚收到他的转系资料 易玉权 我警告你少开玩笑 照你说的 这小子不就拥有三个系 是高姐发誓了吗 那他还来这里干什么 不信 你自己看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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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 召唤戏 召唤戏 把佛师真叫几阳神 要做我这不是真的啊 见了鬼了 这小子真的拥有三个戏 他难道就是那个天生双戏 天赋排行榜排名第五的学生 可那个人 不是传言已经在 交换神历练中死了吗 第 第三个戏 这人是高界法师吗 原来是他 我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了 他到底是谁啊 他之前在分校区的时候就非常有名 凭借着召唤系挑战全系学员 并获得了分区大魔头的称号 竟然又死而复生了 抓紧时间恢复魔能 老朋友就交给你了 没有见过 recic使是 你 你 好 你 喝 牛钱也完了 下一个鱼阵超 老师 我能不能不上啊 我计全 给我滚上去 否则我把你踢出火源 没出去的东西 分校区大魔头神秘复活 卷走重来 召唤生物极星狼 净乎无敌 连斩四十九人 转系狂人完全不可能挑战 火源炎灭扫地 院长 以上就是火源的比赛情况 就是现在了 大脑已经不上 加油啊 再来一下他就完了 算了 加油 几个了 一百八十三个 我会真全军覆没吗 心疼你了 老伯娘 回去休息吧 下面让我来 他怎么把七月兽收回去了 他不会还有别的七月兽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可能 下一个 是赵姬 赵姬还年一百零一 是这次挑战者中最强的了 他这个时机上场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对 莫凡已经前率技重 此时不拿下他 更待合适 你好像很受欢迎啊 不是我受欢迎 而是你太讨厌了 你这个一百零 原本是我的 可 可是你一来 时间就被定我一百零 把我给排挤出去 这不公平 我不服气 所以呢 所以我必须在所有人面前 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名次 我知道你这点时间 根本不可能恢复多少魔能 但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想认输都不行 巧了 我正好也想说同样的话 是光夕 又是个麻烦家伙 光佑 画壁 不是吧 好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 看仔细了 前军 霹雳 夜叉 中心的灵机 完美科学雷线 现在还不能说 热达魔法等级 夜叉已是中阶二线 而且 我才应该已经快到几线了 可以的 只要能打他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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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五坐气把我干掉 失散了 这样一个中阶魔法之后 你好不容易恢复的魔能 还剩下多少 还能受一击吗 Raiway的狂妄 付出点代价了 热达魔法 一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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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骤击的呼吸 居然也是灵种 双灵种 对双灵种 这就是前一百的实力啊 但一个是火力全开 一个是强武之末 终于结束了 不会有事吧 不会有事吧 凌鲤盾 幸好还有魔具护体 否则你莫凡眼下的状况 这下 恐怕会赏得不轻 那个叫赵姬的学生 手段太残酷了 这只是同学之间的比赛而已啊 哼 那我就直接送你滚出火戏吧 暴力 啊 哈哈哈哈 唉 这一二下去的话 哼 哼 这下赢定了 你离反刺 啊 这下赢了 这个毛利队 防御效果不怎么样 但是反击率还行 没卖亏了 焦姬 是你输了 下场吧 我 假如是面对妖魔的话 你早就没命了 让他受伤也够了 这人谁啊 一百零一名的赵继都敢打 这么嚣张的吗 好像赵继也是他家族的人 不过地位差很多 陪我滚 在我没有直接废了你之前 大半年没见 火气要不要这么大 那我管不了 谁伤了我的朋友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客气 你倒是老样子 要不是听说有大挑战 我都不知道 你回学校了 正常挑战而已 原本以为 要在棺材里见到你了 现在看你挺好啊 你头发染得也不错 是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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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是谁啊 现在还在比赛呢 嗯 我坐这儿去了 好好打 放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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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总算把这个大摩托给耗干了 只要再出现一位前两百名的 这就赢了 也不知道你们在高兴个什么劲儿 两百多人已经超厉害了 你们伙计已经输了两百人了 那也好过全军覆没成为全校校匹层 这 这家伙 合谱了真是 最后一个挑战者 周同 空楼 哎 嘿 哼 哼 喂 老师 赶紧叫开始吧 别给他太多休息的时间 嘿 嘿嘿 老师 快点开始吧 现在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修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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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凡 你也下来了 没有必要非搞得与死亡破的 对你自己以后活跃的发展 也没什么好处 您说的也对 向卫如老师认个错 向全体火院的学长学姐们认个错 毕竟是初来乍到 这个 好吧 修院长说得对 我向火院全体老师和同学真诚道歉 这次是我太冲动了 就这么结束了 不是说好一个一个道歉过去吗 就这样结束 也太让人火大了吧 让周同和他打下去 让周同和他打下去 让他打下去 修院长 若是不能让他挨个低头道歉 我们火院还怎么在学校立足啊 卫荣啊 真要打下去 这个周同不一定是莫凡的对手 他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 周同怎么可能胜不了他呢 真的 嗯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厉害关系 让周同和他打下去 打下去 打下去 都给我闭嘴 今天 我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 这场挑战到这里 也根本没有再进行下去的意义 原本我是想要 让火院里的每一名学员都成为精英 成为出色的法师 所以对于中途加入的转系生 才会这么苛刻 可现在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自己没有比绝大多数火系学员更弱 你们真要对他有不满的话 就在之后的时间里 用正正的方式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起控 挽救那一点点自尊 自尊这东西 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 我衷心希望 有一天 哪位学员 能在这个转系生全胜的时候 将他打败 那才是对我们火院最好的交代 现在 全体解散 小院长 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我都快等急了 少惹点事有那么难吗 你今天伤得不轻啊 我帮你治疗一下 赶紧去吧 你的体质好像有点奇怪 你的身体是不是使用过什么不是很正统的方式调理过 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你去找一位实力更强的治疑系法师 我感觉到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很暴躁的因子在 不像我们常见的元素魔法 白魔法 次元魔法 非要说的话 他好像偏向黑魔法 这位老师修为很高啊 竟能感受到恶魔系的残余力量 好的 我会去咨询的 谢谢老师 这家伙绝对开了外挂 你看你看 大魔头凯旋归来 土兔 莫凡太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吧 你也真是 刚回学校就这样肆无忌惮出风头 主校区的学员 整体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啊 火焰天生凌种的人 也不过排在一百多名 那前五十乃至前十的 不都是一群怪物吗 要不是萧院长恰到好处的出场 还真不好说 况且这还是整个主校区 其中一个院系而已 这大半年 我的修为都没有什么增长 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大力提升 否则 想脱颖而出就难了 模具这一块 应该是最容易突破的 高品质的楷模具 防御力不可小觑 但那块玄灵蛇皮找工匠制作 还得费些时间 另外就是七月兽了 今天如果我有一头好的七月兽 早解决问题了 明天就去 一天也不能等 你说什么 欠我帮你卖东西 你家不是开竞排行的吗 我这里有一些战将级妖兽的尸体和精魄 还有灵种碎片 你想办法给我卖个好价钱 你现在这么缺钱 追哪位女同学这么少钱呀 别三句不离本行行不行啊 我想买一只七月兽 懂了 小事一桩 我跟静排行打个招呼就行了 这是 这什么东西啊 你们还卖星途之说 类似彩票 别骗我啊 来到路上看一群法师再买再看 别逗了 是这样的 这叫知密卷轴 法师们在野外游走时 经常会获得一些不太确实的消息 就写在这些卷轴里 按一定的价格出售 我这里有一堆呢 信息是真的话 那倒是赚大了 省下了一大笔购买信息 和发布悬赏的钱 信息是假的 或者过时了 那可就白忙活了 嗨 法师嘛 谁身上没几个闲钱 信息时代什么最重要 情报 比如万一运气好 碰上一个靠谱的 抢先出售 就有可能捞到很大的好处 比如 稀有妖魔了 天才地宝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如果是确切的情报 就会拿去正式发布悬赏了吧 不过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 而且竞争激烈 如此可教 事实上 知密卷轴也不是你想象的 完全靠瞎蒙 如果同时买到不同来源 但之间有关联的信息 那准确度就极高了 而且那些卖卷轴的法师 也是要顾及自己的名誉的 不会下来 诶 卷轴多少钱 嗨 嗯 送你几个 明珠江中有剑奇海妖出没 月音之时可能会预见 剑奇海妖是制造剑模具的上品材料 价格倒是被炒得很高 可惜我对抓鱼没有兴趣 算了这钱烧了 哇塞 这消息极有价值啊 卓云北角 炎姬有新生命的迹象 这炎姬是什么 那是元素妖中最为稀有的一种 凝聚天地火焰而诞生的生命体 价值无法估量 有这么夸张吗 唉 你有所不知啊 一直以来元素妖都是召唤系法师 梦寐以求的契约兽 炎姬更是其中极品 你要是能够与一只炎姬签契约 那就牛大了 单靠着炎姬杀入前十都不成问题 而且像你这种修火系的 有了它 火属性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 嗯 可能还会有某些特殊的效果 那你这火就相当霸道了 魂中之下只见无敌啊 学院之中拥有火系灵种的人 已经不在少数 我的眉眼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优势 若是在签订契约兽的情况下 还能够增进火系 这简直就是完美契约兽啊 哎 喂 你怎么了 你 哎 你不会当真了吧 快 快帮我去把所有可能 与炎姬有关的执迷卷轴 全卖下来 啊 喂喂 那可得不少钱啊 我就 炎姬只存于卓元北角 所以 我把所有有关卓元的卷轴都买回来了 哦 原来炎姬是可以养成的 所以最好从幼崽就前七月 到时 蜕编出一个浑种级火焰 就逆天了 卓元地区自古是生命禁区 不但酷热荒满 而且妖魔横行 很多还是上古遗嘱 没一个好人 啊 但同时 那里也有无数古物质宝 哦 很多还是别处没有的 所以总有法师去冒险 这书里说 现在卓元最有名的妖魔 是沙虎魔祖 凶残至极 现在我们知道位置路线危险性 以及有什么好东西了 就差实地考察喽 啊 你打算去了 就这点情报 去一趟又没有坏处 就算没找到炎姬 当时历练也好 我 你别给我提历练 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伤疤好了当然就不疼了 难道还记一辈子 既然你要去 那就祝你好运吧 什么祝我好运 我说过 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吗 你不会是想把我也拖去吧 你说呢 我才不去 不去跟你试试 什么疼 好了好了 真是怕了你啊 但是 就我们两个人 肯定还是不行 得再找帮手 一定要信得过他 唉 废话我早想过了 人人算一下 嗯 这小丫头人小鬼大 又有丰富的猎人经验 可以 我还有一个好兄弟 张小猴 现在是卫法师 而且房区就在卓园附近 他肯定去 到时 他会在卓园直接会合 嗯 还需要一个治愈系 卓园知行的凶险就不用说了 没有治愈系法师 就是去送死 我也正想说这事 你这边有好人选吗 真没有 家族里的大佛我也请不动啊 那有点麻烦 本来想找白婷婷 但她不知去哪儿了 唉 对了 你那个心下妹妹 不就是主修治愈系的吗 而且还抚修心灵系 安抚妖魔一级灵 不能再完美的人选了 她 唉 不行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情况 唉 可你有急性狼啊 急性狼可以全程照顾她代步 还可以保护她 我说不行就不行 如果非得她 那我宁愿不去 唉 我也就是个提议 那就只能另外再想办法喽 我收集了所有能到手的猎人地图 绘制了这张卓元地图 其他先不说 第一官杀网合就有大问题 怎么了 唉 莫返 玲玲 别误会 这是我堂姐 赵晨勇 也是主修土系的法师 听说了我们的计划 也想参加 所以我把她带来了 大家好 我堂姐 可是雁都学府的高材生 比我强多了 人也靠谱 我没什么意见 可是 这次行动比较危险 而且 也没什么好处 我等 历练嘛 那 欢迎 你们看 沙网合是进入卓元的必经之路 里面栖息着象沙妖兵 属于土鼠型元素妖 单个并不难对付 但成群结队就极为可怕 那 直接打过去呢 想都别想了 一整只为法师猎法师都不行 别说就我们几个 那总还是有闯过去的人吧 我们需要一个新灵系法师 否则 这事就到此结束 心相 这件事 我已经告诉心相姐姐了 喂 心相 模凡哥哥 你们的事 我知道了 我 我愿意加入 不行 模凡哥哥 我理解你的担忧 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 让我可以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 但你知道吗 那次得到你不测的消息后 我心里有多难过 我的肢与心魔法 救过很多的人 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只能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担心着 祈祷着 我想在你身边 离你更近 我不想等到真发生了什么 才开始毫无疑地后悔 后悔自己 本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柔弱 我更不想做一个柔弱的人 而且 我听玲玲说 卓元虽然凶险 也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模凡哥哥 所以 我也在想 我的病 会不会在那里 有一点治疗的希望 莫凡哥哥 如果你一定不让我去 我也会听你的话 但是 我想去 心下姐姐的病 我们都知道 但也许正因为这样 她才更渴望 有一天能够去看看 更广阔的世界 更无垠的天地 而且 还有我们呢 心下 让莫凡想一想吧 心下确实只是看上去柔弱 其实 比大多数人都要坚强 我将她保护得这样严密 但却从来没想过 这是不是她想要的 她愿意被我呵护 是对我的尊重和依赖 但一定更愿意 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也应该 尊重她的遗愿 卓元是一个凶险之地 也是一个神奇之地 既然能有炎姬这样的生活 说不定 也会有其他的奇异 心下 你来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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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 真好 又能一起历险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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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没路了 下来看看 嗯 这就是戒杯线 过了这道断层 就出了安戒 正式进入卓元了 是啊 真的 你 company 伯伯 又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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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鬼地方 热得也太过分了吧 这里火元素立场丰富 所以才会出现炎击这种 小心 这是 是沙夏虎 战将集中比较凶猛的生物 别大意 真是晦气 才进来就遇到这里的土霸主了 这里战将几生物都随处可见 那些奴仆集 且不是根本没法生存 它很饥饿 很暴躁 安抚起来很难 这么说 是躲不过去了 那就战斗吧 小虎 这小子真的是 板儿真大啊 注意 沙夏虎在战斗中 如果身上冒出血汗 那是他要狂怒的真兆 你们小心 千万别被他攻击的 疯鬼 地狗 还以为是个鲁莽家伙 原来早就在射灵沙陷起了 也杀效果往里面跳啊 杀效果最恐怖的 就是爆发力和冲击力 即便你有准备 也未必躲得开 抑制住这个特性 也就大幅度削弱了 它最具威胁的属性 咱们也上吧 有人赚 预赚 预赚 海氏 螃蚀 噘 你 一些 枸灯 此致 即使 全美 精力 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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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拳 武修功 武修功 炎身 火子 巨影钉 武修功 看来这远近驰名的妖虎 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吧 他好像之前就有点受伤了 而且 你的土系灵种 在这沙地中可以大幅度加成 这沙小虎没能施展权力 就被你们耗死了 这家伙也没有一股一皮之类值钱的东西 嗯 居然就这么吊货色 话说 你搞了不少钱了 怎么不尝试 将自己的初阶魔法 提升到第五个级别呢 初阶 五级 第四级升到第五级 需要七颗战将军进破 要一亿多的 你给我钱的话 我马上强化 继续向前出发吧 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 等到了沙网河 有你们发挥的 不是说这里随处可见白沙妖兵吗 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看见啊 哎 接着 哎 你干嘛 你往远处扔 一块肉而已 要不要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来啊 倘若我们这一队走过去 那还不得出现一支白沙妖兵的军队啊 我们今天就在这河畔扎营休息 等明天天一亮再出发也不迟 嘿 对对对 扎营扎营 嗯 嗯 嗯 哦 是是是 老狼你最辛苦了啊 嗯 这沙妖兵似乎只是想守护领地 他们的心性不像沙孝虎那样暴虐 我应该可以安抚他们 好 但你也不要太勉强了 嗯 嗯 戈壁沙漠就是这样 昼夜温差极大 卓元更是如此 冰火两重天啊 嘿 凡哥 你倒是方便 噓 先别说话 啊 是沙救护群 你快去保护其他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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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要不我们这次 纯荡来旅游一趟 该回哪儿去 就回到哪儿去 咱们 咱们不是还有心下吗 应该 应该不会像他们那么惨吧 你的心灵心魔法 真的能安抚这些妖兵吗 刚才那一片 已经染了血的白沙妖兵 情绪是暴躁的 我们从这片过去 肯定凶多吉少 但只要走那些 没有染上血腥味的区域 我能够保证 他们不会攻击我们 可就算是这个样子 我还是觉得肾得慌 万一出个什么意外 可就全打在这里了 那伙人这样大动静 才进沙网河 才惊动了妖兵 我们只要行事小心一些 再加上心下姐姐的 心灵心魔法必要 就和过一条干涸 也没什么区别 你肯定 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走 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 只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 没我允许 绝对不能在河中 使用任何魔法 因为一旦有魔法气息波动 那些白沙妖兵 就会下意识进行攻击 那时 局面就会失控 要不 我们谁下去先试一试 总好过一下子全军覆没啊 这个主意好 大家这样心里有个底 问题是谁下去呢 你是卫法师 谈色一流 又拥有两个卫性啊 除了是跑得也快了 就交给你来吧 我听反正说 你的防御看得千年老规 我想就算出现了白沙妖兵 以你的重重保护 也能支撑到我们前来救你的 还是你来吧 我是这个团队里的输出 这种事情 也就你们两个坦克比较合适 尽管去吧 不会有事的 只要记住 没有我明确指令 不要使用魔法就好 那样只会让你伸出险境 你 使我撑得我多这个罪干嘛 错见自负啊 小心啊 你小点声 你不能动魔法 好 你没删掉吧 我都差点以为你死定了 还不都给我下来 你们想看到什么时候啊 心下 你要一直施展心灵性魔法吗 那样的话 岂不是很消耗魔能啊 这沙网河的妖兵 其实没这么匿急 有人踩入他们的地盘 才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 刚才那一片的妖兵 已经被我安抚了 不会再来袭击 等到了前面 另外的百煞妖兵地盘 再施展就好了 哦 那就好 不过 这沙网河究竟有多宽 还没有估算过 我也不确定 魔能能不能支撑到 我们安全过河 走得太闷了 要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这沙网河呀 沙子都是比较重的 风一般吹不起来 会被吹起来的 其实都是死在这里的人的骨头 所化成的灰 因为骨灰的重量比较轻一些 嘿嘿嘿 内狐不开替内狐 呃 哎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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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多 只能阻挡妖兵几分钟 心下姐姐抓紧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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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你想害死我们吗 赶紧把魔法栖息收起来 对不起 行下 没事吧 这里气息的 都是血统更高的药兵 他们的心智 也要更高一些 我需要施展更多的心灵安抚 才能让他们的敌意消失 所以 你们要尽量保护我 不受外界干扰 好 好 猴子 你可别再说什么废话了啊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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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远 等一下 我们走的路线 出现了一些偏差 没有直线横穿 现在大概 还有三四公里的路长 我的魔能 恐怕支撑不到那么远了 谢谢 还能够支撑几公里 最多两公里 那怎么办 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啊 总不能退回去 大不了最后 我们直接冲过去 只要上岸就安全了 全力飞驰的话 多出来的这一两公里 花不了多少时间 猴子 你太乐观了 刚才那些妖兵出现 就像是一面面不透风的墙 足以围成一个沙城了 这沙网河里的妖兵 只有感觉到有东西进入 才会聚楼 而且每次惊动的范围有限 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有办法 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别处 即便不用心灵犀的安抚 也可以顺利前行一段距离 问题是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来吸引他们呢 有了 让一个速度快 闪避能力强的李队 去惊醒并引开妖兵 然后其他人趁机冲过去 再想办法 将那人经营过来 啊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大概率 那人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不能让任何人冒这种险 混 混 但我们不妨按这个思路展开 所有妖兵聚集在一起 我们连还手余地都没有 可如果 能将他们分成好几股的话 比如 速度快灵活的人 可以吸引一股 防御能力强的人 可以再分掉一股 战斗能力强的 则以最快速度 消灭眼前妖兵 扫荡出一条通路 还不够的话 星下姐姐再以心灵性魔法安抚 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魔能 这个办法好 合理分工 集中人之力 这才叫团队 但就算这样 每个环节 都还是可能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 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 否则 会引发连锁反应 全军覆没 这已经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了 与其站在这里纠结 浪费心下的魔能 不如向前见招拆招 反正这个显示冒定了 不入虎穴 言得虎子 走 走 来了 所有人按方案进行 趁这一片的妖兵 还处在心灵休眠状态 赶紧站到各自的位置上 大家注意我的手臂 如果落下 就准备战斗 别忘了都带上耳麦 别忘了都带上耳麦 你 神啊 这 这什么品种啊 上来就这么狂暴 啊 不好 赵满炎那边的巨人数量 怎么这么多呀 什么 不是吧 这巨人竟然不是平均分配的 这应成肯定不行 我这边紧快解决 一会儿去帮你 神域 神环 神橙 神木 完没了还 皇 bureau 神盾 救命啊 我去帮他安抜一下巨人 已经被激起鲨鱼的巨人 安抚起来本来正难 一开始就将你的魔能耗掉 行下去的路将会更慢走 放心 赵满炎的防御能力 是我们中最强的 他那边巨人虽然多 但同时能上前砍他的 数量有限 只要能撑住前面几个 在他魔能耗完之前 他不会死的 我谢谢你啊 姐 赵满炎分担了大多巨人 离他最远的张小伯这边 就压力小多了 而且 他有两个急速移动技能 还有很不错的铝魔具 四宝应该也没问题 还会动地的吗 炎正 风蜀 火子爆裂 不是吧 刚收的残破 这么快就炼出了一个惊魄 快不得心下说 这里的巨人血统更高贵 这下赚了 我的暗影戏对影 只差一颗经破桥花 就能提升到第四级了 现在吗 你们等着 走 我 哈 沙子都这么聪明的吗 快快 就差这么一点 一旦居然合围就死定了 煤炎 猎拳 九弓 这巨人还真是狡猾 居然还会分兵打牌服 幸好我及时练成了第四级队影 这个人的战斗力 怎么可以恐怖到这种程度 底部 西部 莫凡 你这边清理了之后 尽快去赵满炎那边 我看他快要撑不住了 收到 等一下 莫凡哥哥 怎么了 星下 这 这是 治愈精灵 还会伴随在你左右 你受伤了 他会立刻为你治疗 但没受伤一次 他的身体就会暗淡一分 等他完全透明消散 这魔法便结束了 这也太牛了吧 怪不得治愈系法师这么直见 怎么还不来啊 撑不住了 我去了 我的天 你只是捅了巨人老巢了吧 怎么不早说有这么多 你 别说凤灵火了 最多三分钟 你再不进我出来 我做鬼插着你 我一想救你 得也得进得去啊 还是我出手吧 大哥 我来帮你 猴子 你来得正好 原来是地波挪移技能 好在 你小子不错 没白跟着掌控学习 多谢凡哥夸奖 我不但用了挪移 还有流爪覆盖了这一片 妖兵别想再遁地 行动也会更笨拙 走 我们一起杀进去 嗯 凡哥 我来掩护 你尽管施展本领吧 嗯 千军 霹雳 叶昌 炎正 喂 赵半颜 我们撑着过来 逼死我了 你 报告 给我一起狠狠灭了这帮孙子 好 好 上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闻到火了 你果然还有底牌 太强了 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已经解决了这一代几乎所有的巨人 一个擅长位移扰乱 打散敌人阵型 一个擅长防御护震 再多妖魔也难以接近 再加上一身毁灭魔法的纯暴力流法师 真是一个超完美的组合 灯光 灯光 我把他们引过来了 炎杖 猎权 揪钩 太好了 终于能喘口气歇会了 不是吧 又练成了三颗 加上之前两颗 过这条河竟然撞了五颗金破 看来以后有机会要多来这里刷上分 继续强化火系星子 虽然离全部强化还早 但这样下去 终有一天能强化出第四级猎权 到时候就能拥有半个高阶魔法的威力 再加上其他三系 高阶法师也未必能轻松打败我 又是元气满满的早晨 卓云北角 我们来了 抓紧时间 后面路途坎坷 尽量轻装上针 哦 这里的火元素好浓烈啊 据我收集的情报 灼源之下应该藏着天地火种 所以才会孕育出许多灵种 甚至魂种 这么厉害啊 而且 因为沙网河的阻挡 北角这一块 自古就没几个人进来过 传说 有无数的天才地宝 有待发掘 你们几个跑跑腿 把这元素勘测器 埋到土里 炎姬喜欢在火元素浓度高的地方生活 尤其怀孕身 为了让新生命诞生之际 就有很强的火焰觉醒 炎姬往往会盘踞在一个火焰灵种附近 若是能找到火焰灵种 也许就离研究不远了 不过 元素勘测器也会将妖魔引来 所以我们速度要快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快看前面 好像烧起来了 变大了 感觉都要烧到天上去了 它不是在变大 而是在往我们这里移动 天空来了 快跑 说真的 那东西要捡过来 我们真的能躲过去吗 这里一片荒芜 根本没有任何掩藏的地方 先跑吧 说什么也比直接被吞没得好 这种力量简直比毁灭还要可怕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从那儿冒出来的 是沙凯兽 朕将集中以防御力稳定的生物 他们的铠甲几乎能抵御一切伤害 是非常好的铠魔剧材料 他们也是在逃命 天火之下 再厉害的妖魔都会被烟灭 这样下去 咱们还没被天火烧死 就会被这帮家伙踩成肉泥 所有人 全部往沙网河跑 对了 很多人都到达过沙网河对岸 却都没提到过天火 所以 这天火的范围 应该就是以沙网河为剑 可这些杀凯兽 走 快 跳 阿福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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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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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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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 优独播剧场 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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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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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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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 我母亲 不但救了 你好好 独播剧场 可我现在 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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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亲 我母亲亲 好厉害 这火剧场 快走 怎么回事 一点一点点 怎么办 炼火剧场 石化 我母亲 原来是 大伯 炼火剧场 我母亲 你怎么回事 沙罗人 火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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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剧场